我认为现行的政策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 等于是我们国人分三种 一种就是像这个马总统的千金 都是大家可以公认 法律上也可以允许他们具有双重国籍 我以前也是双重国籍 当立委以后就没有 那我们社会上很多人都具双重国籍 包括这个几个礼拜前有某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 他问我说台湾承不承认双重国籍 我说我们国家不承认 他就说奇怪 为什么最近很多台湾人纷纷跟他询问 想要去规划去拿他们国家的国籍 为什么 他们国家最近有一个政策 你只要购买他国家的债务 多少额度以上 就让你开始成为这个 这个给你一个residency 给你这个永久居民的身份 你当然几年之后 你自然就成了他的国籍 我刚才说台湾现在的法令 虽然这个是允许的 但是我们不准 今天如果是你的国家的国人 要来拿台湾的国籍 我们是不准的 他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 确实也很多我国的国人 他因为制禅 他投资的需求 他去买某一个欧洲国家的国债 他就可以拿到那个国家的国籍 他可能他自己的认定说他这样子旅行比较方便 很多国人都这样做 但我们不鼓励 我们中华民国的护照 现在也越来越好用 在国际上旅行 所以你就有这样子的一群人 你同时有另外第二群人 就是刚刚陈其迈委员所提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在这个马英九 这个承认一中的原则之下 你没有办法去处理放弃国籍的问题 你用户籍的方式去处理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查核 他是不是在外面还是拿着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所以就是有默认型的双重国籍 那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这些新移民 这些外籍配偶也好 或者是认同台湾 要来取得台湾国籍的国 所以是一个歧视性的政策 那部长我在早上听到你 回应其他委员的这个 这个答询里面 看到也听到部长在立场上面 认为这是可以去调整的地方 也就是说 虽然你们报告里面 全部都写 维持现行政策 几乎都是这样写 而且这个理由 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理由 可是我希望部长 你要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台湾是否能真的跟国际接轨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 经济学人呢 有一篇文章 它title是 In place of a second or third passport 它基本上要讲现在的国际现况 就是真的很多人 它永远它母国 它出生的地方的国籍 可是它的工作地点 它的 它的这个生活的地方 求学的地方 不见得是它的母国的 这个国籍的地方 也因为生活上的需求 很多人 两本三本护照都有 可是这个不影响他们对 跟母国之间的一个关联 那这个是一个 实际的在国际社会 已经在发生的现况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那最后这篇文章的结论呢 刚部长所以要回去 再跟院长讨论一下 结论就说 Multiple citizenship is inevitable and rather liberal celebrated 那他说 这个能够有多重国籍 是一件符合自由主义的 一个现象啦 是一个自由的现象 那我们院长宣称是 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所以建议部长还是回去 这样的一个现行的政策 真的是需要做调整的时候 只要把第九条取消 第九条拿掉 解决了很多 包括政策歧视的问题 那也解决了 包括现在产生很多 无国籍的人 这个国际人穷 法律上没有办法帮他们松绑 甚至变成国际人权专家 所关注的一个政策焦点议题 是不是这个方向 部长 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没问题 我基本上是 是我们会朝那个方向来努力 至于说 有没有办法做到真正变成 成立双重国籍 这个我还必须要去 去跟上面的长官 对啦部长你想一想啦 我们当今总统的家人就是有双重国籍啦 你们的报告里面写 维持单一国 你们的报告里面写人维持单一国籍为原则 双重国籍为例外之立法原则 冲击较少 这个是行政院的 这个我们来检讨 我们可以来检讨 但是现在变成说 你要告诉这几十万的外配说 你们都不可以 只有总统家是例外 他可以 但是你们都不可以 这样子人道吗 这样子有比较符合 这个国际的情势发展 跟国家的需要吗 我们真的不能用一个歧视性的角度 来看待我们的移民 事实上 我们的新移民对台湾社会 是贡献很多的 没错 不要因为他来自比较弱势的国家 或者是比较弱势的社会经济背景 事实上我们的新移民对台湾 不管是在整个长造系统 甚至是偏乡的社区的发展 在我们的人口少子化 今天如果没有外配的话 我们国家会更惨 我们以后的整个人口结构 劳动力市场 新移民对台湾是有很多的贡献 我们不能够再用这种歧视性的角度 来看待我们的新移民 完全同意 那相对的国际法也应该要与时俱进 那另外一个焦点呢 是在于我们新移民的参政权的问题 我上星期也有大略提出 我们的新移民现在依照现行的国际法 我的版本也是就干脆取消 为什么 其实我们的选霸法里面有规定 选霸法有规定 如果要参政的人 你一定要放弃外国籍 所以即便是我们第九条拿掉了 不影响到参政的人 要参政的人他一定是要对台湾 是要有效忠的 是单一国籍 我们不容许参政选举 尤其选到总统的有双重国籍 那是现在的规定 但是 我们不能够连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外国籍 他宣誓对台湾效忠 还剥夺了他十年的参政权 当然我们可以斟酌 到中央的名义代表到总统 有一定的年限这是可以斟酌的 可是就基层的名义代表 其实一个新移民 你们担心的 他不了解我们的社会 他对我们的国家的法令不了解 所以不可以选乡民代表 不可以选村长 不会有这个问题 得到的人都有办法 都有政策 有主张 有理念 对不对 今天如果我们的社会 能够产生 越南籍的乡民代表 以后乡长 甚至是未来 有外国议的国会议员 我相信这个对台湾的 社会的多元化 跟我们社会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 都是很正面的形象的注意 那像国际上我们很多朋友 有一位我们德国的友好的政党 现在是执政党的partner 也是共同联合政府的自由民主党 他的党主席 小时候是越南裔的难民 难民逃到德国去 有人收容他 他取了一个德国的名字 他现在是经济部长 德国的经济部长 是越南裔的 那越南裔的人到欧洲去可以当 党主席 可以当经济部长 表示他是一个很开放 很包容的社会 为了限制他们的参政权 很多台湾人在美国也一样 我前几天看新闻说 有台裔的一位刘先生 刘存毅 纽约的市的主计长 宣布要参选纽约市长 搞不好若干年后 我们会有一位台裔的纽约市长 也是台湾之光 可是今天我们如果逼每一个 取得外国籍的人去放弃他原来的国籍 等于是我们放弃我们作为一个更包容的社会的机会 甚至很多外国裔的人他认同台湾要在台湾发展 要在台湾参与我们的社会参与公共政策 其实我们都应该鼓励呀 所以我建议这一条第10条 当然我的主张是整个把它取消 因为它限制了也剥夺了我们新移民的参政权 但是我主张我们可以另外再选罢法里面再去做规范跟处理 包括有些人担心 你规划才两年就要去选总统 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资格上面的一些 一些斟酌跟处理 但是我们不应该就国籍法的部分 去全面性的剥夺 从基层到中央所有新移民的参政权 所以部长这个方向你可以认为 这个方向我同意 至于说这个年限怎么定 我们可以尊重委员会 我们再来讨论 我们再来讨论